時事焦點 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各位聽眾您好 我是梁煙成 和大家講一下世界大事 香港由於打爆風球 唯一一天 沒有什麼 去搗亂的事件 不過香港事件 令人 看到無日無知的亂局 在天水圍包圍警署 誰知道 午夜後兩時多 突然有人 用火箭 用煙花射過去 我看見煙花 有一部分射到警署 一部分射到人民 究竟射到煙花的人是想射到警署 還是射到人民 其實都沒有辦法搞清楚 但是 用煙花 即是一種火藥去搞這些 鬥爭 已經進入到一種武鬥的階段 這才令人擔心 紅衛兵的運動 早期大家都以氣風發 但是他衝進去鬥爭的那些 不同的機構 捉人出來 侮辱他 但是之後 變成彼此的武鬥 這個武鬥令到全國大亂 中國 還有一個非常可怕的情況 最後毛澤東要出動 軍隊 將紅衛兵 逼去上山下鄉 看回這段歷史 因為 到了一個亂局 沒有了秩序 最初就越亂越好 把紅衛兵要鬥爭的反動派 用盡辦法去侮辱 遊街等等 但亂了之後 各種牛鬼蛇神都出來 那些牛鬼蛇神不是被鬥的人 而是那些不守法的人 就開始出來 各自將自己的群眾 形成一種暴力集團 不同的群眾 不同的暴力集團 就成為一種很可怕的武鬥 引致全國大亂 中國在文革仇的傷害之心 是難以描寫 透過一段歷史 再看香港 令人擔心香港 香港開始不同的看法 又成為不同的暴力集團 去武鬥 好像黑衣人白衣人的武鬥 到射這些煙花 究竟是幫他們射警署 還是射這些民眾 都不知道真正動機 但是 無論如何出到這些暴力手段 出到火藥 好像早些時期的暴動 出到燒一些東西 就把這輛車推進去 警察那裡 這些都令人相當的擔心 因為這個情景顯示 暴動已經到一個 收拾的 用各種武器 出場的地步 甚至弓箭、壓叉、 有鋼豬彈的槍 什麼都出現 那麼 警察現在開始又要出迷 下一步就可能會出迷噴水車 即是大家一路加強他的武備 這個情況都並不樂觀 我想起 其實香港開始建立的時候 好像我們這一批人 是50年代、60年代 甚至70年代出生的人 他們都有很多 非常努力去建設香港 建設成功 就是因為香港 它是一個 能夠寬容 不同看法的地方 香港有左派有右派 不同的報紙各自出來 任你看哪份 你可以看大公報 你可以看香港時報 香港時報 都完全親國民黨 就有《工商日報》 而大公那邊有《文匯報》 接著有些是中立的《明報》 各種的報紙 並排在這裏 任你買、任你看、任你幫哪邊 每年都10月1號 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 國慶都10月10號 台灣的中華民國 由國慶大家掛滿國旗 到5號左右 國旗就換了 就是換另外一邊 兩邊都沒有所謂 大家並存 曾經一度 左派暴動 是六、七年暴動 引起香港的一個大的亂局 但是 左派暴動 得不到大部分人的支持 因為 不過是抗爭政府的手段 而這個抗爭政府 造成香港的亂局 大家都沒有一口好吃的時期 大家都不會支持 香港的能夠成功 其實就是因為一批的人 大家都能夠寬容不同的看法 你有你看法 我有看法 如果說話 爭辯的話 不做朋友算數 免得談下去 有左有右 各有各看法 有中立 有些是親英 講英文 中文都不太好 當然親英那些 就好處 被提拔 入香港大學 萬里成為專業人士 那些成為統治香港的 一些基本上層的階層 到中產階層 英國政府其實要殘暴的時候 都很殘暴 當他打壓左派暴動的時候 那種手段是極之殘暴 不單用棍子 用各種武力去鎮壓 而且那些被捕的人 一生都沒有前途 一親一生都被摧毀 這種情況 其實都是 過去 港英無論多獨裁多殘暴 大家都有它先 不要搞亂局 因為中國當時文革還亂 大家能夠生存下去 然後發展了民生 發展了經濟 這樣才令到香港 在寬容之下 是安安定定 那幾十年發展成 一個世界的經濟奇蹟 又成為世界一級的自由港 到九七回歸之後 其實這個情況繼續下去 但開始多了一個新的因素 就是反中國的聲音 就一直加強 為什麼反中國 以前都很多人反中國 大陸的 以前 但是各有各看法 所以九七後就照舊 你可以繼續反共 無所謂 但是反共晚地 你開始成為一個政治勢力 開始就有一些很仇恨中國的聲音出來 或者說法出來 當然你要找中國錯處 真的有很多 有這麼多錯處出來之後 大家都是 大家一起去慶一輪 都很正常 香港以前都是這樣 但慶一輪之後 晚地要成為一個勢力 有些語言出來說 香港中國化很危險 以前香港英國化 沒有人說 香港中國化 因為中國發展成一個世界的經濟龍頭 香港的發展 慢慢地就要跟回中國的路 因為中國成功了 以前中國比香港 香港是看不起中國的 現在中國超過香港的經濟 香港就要 晚地跟中國做各種交流 來維持自己的經濟 這樣就叫做 中共要控制香港等等 晚地形成了一種恐懼 中國政府有時做些事 也會令人有些恐懼 這是事實 這個恐懼 竟然因為林鄭搞的逃犯條例 又不聽各方的意見 造成了一個大的抗拒 但是幾十萬至八萬人的示威 就停止了 這樣就完了 過去香港也是這樣 但突然間有批的人 利用群眾 製造某種暴力的衝擊 去衝擊香港政府的機構 每次遊行之後 就有一個衝擊警察的行動 之後又去搞地鐵 或者機場去凌辱一個老人 那個老人只是不同意 將他們舉著的章子打低了 就整群人夾著他 最近都拍到很多這樣的情況 只要有人不同意 就會一個人 就會被他們包圍 用各種欺凌的手法來對待 人的尊嚴 人的自由是沒有了 即是香港言論自由 各有各不同的看法 但如果有不同意 你就圍著他來打他 或者他有一間店 你就去搞亂的店 你去搞亂的店 都沒有生意 用這些做法 開始就已經完全超過了 香港過去可以有的 各種的寬容的基礎 形成今次的香港 失去平衡 這個亂局就形成了 因為搞得厲害 那邊的人也會很反感 又形成某種的群體力量 來對抗的時期 武鬥就會出現 這才是今天香港最危險的情況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再見 OK